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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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宿的思想 就是感觉是我们那边的复古旅游景点那种感觉 他应该是专门建的这种烟火气息太浓了 呛呛 各个县的奇遇屋 特别像我们那边的夜市 天津 突然出来就是 又一字 刚爬完高尾山啊 然后现在回来住的饿得行了 想吃凉面 看日本凉面是什么样的 呃 有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叫流水面啊 不日本传统的流水面夏天吃的 然后这个也是 日本夏天会吃的叫中华凉面 看看跟我们中国的凉面有什么区别 看看七彩凉面有鸡蛋丝 然后鸡肉丝 海带 这个应该是活着肠 然后 这个是黄瓜 西红柿 然后基本味道就是这个是芝麻的 然后中间这是什么东西啊 海蛇嘛 海蛇应该是他家自己家的 以前在其他家吃的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 这又是机器来送餐了 好了 闪着月光蓝光的就是了 拿下来就可以了 拿完自己就走了 好了 开吃吧 让我们先把它拌一拌 这个是芝麻味的 我们山东老家吃凉面的就是会放春芽咸菜 然后放那个蒜泥 还放啥呀 然后就是芝麻酱 就这三种材料 这个日本的这个中华凉面就是没有 没有蒜泥 我不知道 小伙伴们 你们在自己家吃的夏天凉面是什么样的 然后就发到评论里 我试着做一下 吃点 嗯 这个芝麻酱就很好吃 白吃不腻 再加点辣椒油 问你这些什么那个辣 这个全都很辣 做一下 嗯 嗯 这些凉凉的吃这个面很开胃 然后我还点了一个 这个是什么醋烟青鱼 这叫青鱼还是霸鱼 这个也挺开胃的 应该是酱油味还是什么 炸了一下 嗯 嗯 应该有醋 酸酸的 酸酸甜甜 这个夏天吃也很合适 如果是凉的就更好吃 嗯 把米养这家餐厅是我介绍过很多次了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然后这是一家中华料理店的连锁店 然后这个饺子是辣椒的我也介绍过很多次 嗯 嗯 你吃会有辣椒油滴出来吧 感觉越来越辣了比以前的辣 嗯 这个凉面是真的好吃 嗯 这个凉面 基本上就是 嗯 日本夏天必吃的一款凉面 哪里都有卖的 嗯 超市都有卖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芝麻酱的好吃 有放其他酱 我们的芝麻酱就要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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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